0.01秒 0.01秒其實對我劇好像就是 繞地球一圈一樣 我覺得就是 其實現在對我來說0.01秒 的進步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 信心以及很大的進步 這樣子 台灣男神陳奎如 今年在國際賽場上 不斷跑出好成績 先是三月中在世界室內 田徑錦標賽男子60公尺跨籃 兩度打破全國紀錄 接著五月在日本的兩場賽事 都躲下110公尺 跨籃銀牌 其中在世界田種週季巡迴賽 東京站標出13秒49 是本季最佳成績 面對國際上來上 其實我自己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因為像世內賽剛好跟 世界紀錄排在一起 其實自己就是從照片上看出來 就是自己其實跟世界上的落差 其實蠻大的 所以覺得說自己還是要 再努力一點 再認真一點 看能不能 可能最近一點點也好 0.1也好 就是想要去跟隨到他們這樣子 結束日本賽事 反台隔離出關10天左右 陳奎如在上週末參加台灣田徑公開賽 男子110公尺跨籃 他在決賽以13秒54 收下金牌 目前陳奎如世界積分為1244分 市井賽積分將結算至6月29號 他有望靠著積分排名前進7月 在美國奧勒岡舉行的市井賽